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 AI智慧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 台中医院是特别吸收了民间企业 签署合作备忘录 针对了远距医疗服务 智慧手术室 还有再生医疗技术等项目 做出了全方位的发展 更希望透过强强联手 让顶尖医疗成果推向了国际 将会全体人类健康 在众人的见证之下 医院院长与企业代表 一同签下合作备忘录 未来将针对远距医疗服务 智慧手术室 以及再生医疗技术等项目 做全方位的发展 希望透过顶尖资讯科技 结合医学技术 为台湾医疗带来突破与创新 我们一定要跟医疗体系里面 进行结合 才能够让这些产品 真的能够商品化 才能够真是刚刚院长所提的 才能够加汇到我们的居民跟国民 甚至我们能够去跟全球的人类 去做更多的结合 院房表示 由于该企业在数位平台 数据演算 以及AI人工智慧等领域 在国内名列前茅 因此希望藉由强强联手 除了帮助提升国家级医学中心的研发能力 把研发成果推向国际之外 也要为全体人类健康尽一份心力 台湾农种在这几年来也是把这些未来的医疗 当作我们发展的一个主轴 那希望从这些医疗端 能够与董事长旗下的各个子公司 做更多的合作 希望能够强强联手 能够照顾我们更多的国民的健康福祉 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 AI智慧医疗越来越受到重视 因此医院也希望结合民间的力量 共同推动研发与创新 让病患与民众得到更快速 精准的个人化医疗招呼服务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